歡迎收看小明星 小明星 大家好 我是陳麗婷 歡迎來到五間氣象時間 一起來關心天氣 今天天氣表現比較不穩定 因為又有一波封面報導 加上東北季風南下帶來大量的水氣 透過圖卡就可以看到 其實全台灣各地都會有 陣雨發生的機率 只不過是中部以北地區 還有東半部呢 整體的降雨會比較明顯一點 而到了明天清晨也都會是如此 而溫度方面呢 因為今天除了封面報導之外呢 還有冷氣團也會南下 所以越晚呢 天氣會變得越冷一些 今天白天高溫 整個中部以北和東半部地區 還有19到22度左右 那麼中南部地區呢 則是23到25度 感受上已經偏涼了 入夜週後溫度持續下跌 北部東北部只剩下14 15度 而中南部地區呢 則還有16到18度左右 而這一波冷氣團 會一路的持續影響到禮拜四 至於最冷的時間點呢 則是落在週三左右 像北部地區白天高溫 就會跌到20度以下 低溫呢 甚至還會下探13度 而絕部地區受到輻射冷卻 效應影響之下呢 溫度還會更低 而週四之後 其實溫度回升也有限 北部地區高溫呢 依舊會落在20度出頭的地方 中南部地區呢 也不會變得太熱 而這一波封面呢 是快閃通過 到了明天白天開始 又回歸到了雨過天晴的天氣形態了 一路到週五呢 會有一波水氣稍微進來 因此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還有中南部的山區呢 再度會有一些震雨發生 而到了這個禮拜天左右啊 又會有一波封面通過 加上東北季風南下的關係 所以迎風面的北部 東半部地區 還有中南部的山區呢 整體的降雨機率 會再次的大幅提高 接著我們偷圖卡 來關心一下 今天各地更詳細的天氣預測 先來看到北部地區 基隆17到19度 台北新北17到20度左右 桃園新竹苗栗落在16到18度中間 下半天開始呢 整體雨勢就會加大了 中部地區 台中18到19度 彰化南投18到19度 雲林嘉義落在18到21度中間 也是下半天開始 會漸漸的出現一些震雨 接著看到南部地區 台南21到23度 高雄23到25度 屏東24到27度 上半天白天的高溫也是偏涼 東半部地區 宜蘭19到21度 花蓮20到22度 台東22到24度 上半天偏涼 入夜之後就會轉冷 外島地區 蓮江11到14度 金門14到16度 澎湖19到21度 也會有震雨出現 最後小滴妮再次提醒大家 今天就會變天喔 因為蜂面通過的關係呢 會帶來水氣 加上又有冷氣團報導 因此天氣會變得濕濕冷冷的 提醒大家今天外出要做好保暖 也要攜帶雨具 以上是為您整理的天氣資訊